接下來剛才的是要介紹二十七 他說三個蘋果 四個梨子 翻譯給家裡邊三個人 第一個分法有幾種 第二個 每一種水果 每個人最少得一顆水果 這樣有幾種分法 那如果不是每一種水果 是每個人最少得一顆水果 那這樣有幾種分法 欸 各位 意思不一樣嗎 有沒有一樣 不太一樣 這個是每一種水果 每一個人都要有 意思就是說每一個人都有分到蘋果 也有分到梨子 一定都有 那這個呢 他就不一定要分到一種水果 可能他有分到蘋果 但是沒有分到梨子 對 這個第三是可以的 是吧 那最少有一種水果就好 最少有一個水果就是一種水果 不管怎麼樣 它一種水果就可以了 好 所以三跟二十不同 好 那我們來先看第一種 第一種 就簡單的分給三個人 這要怎麼分啊 這個要注意喔 這個 這個三個蘋果 它意思是三個相同的蘋果 要分給三個人 四個相同的離子分給三個人 如果是相同的東西分給幾個人 我們剛才講的 比如說三個人他得到X 他得到Y 他得到Z 總共是三個人 所以 第一小題的話 如果你先分蘋果 先分蘋果 再分離子的話 注意這個 這種 這種 先分一種水果 再分另外一種 那先分蘋果 我們就會得到 三個相加 就會等於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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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分離子的話 是不是自己的 就會得到 這個 X1加3Y1加3Z 這要等於四 離子是這個 那請問這裡有幾種方法 寫成H H3Z 那這個呢 H3Z 分步驟完成要相整 就這樣而已 所以第一小題就這樣算而已 但是你要記住 先分蘋果再分離子 不然你會 不知道要怎麼算 好 那這個把它換成C就簡單了 C的話 兩個相加-1 6再-1就是5 C5-3 再乘上 這相加簡單就是C6-4 好 這個C5-3等於C5-2 C5-2是10 C6-4等於C6-2 C6-2 C6-2是15 算一算就是150 就是第一小題 那第二小題要怎麼算呢 第二小題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 這個題目 每一種水果 每個人最少合一個 意思就是 X加Y加Z X加Y加Z 等於3 剛才這裡是非負整數解 直接用一個訊號 就是它可以是0 但在這邊呢 它都要大於等於1 所以XYZ 它是正整數解 正整數解 正整數解怎麼辦呢 好很簡單 我如果把蘋果每個人都分一個給你 那你就可以變成 剩下的就可以變成 X'加上Y'加上Z' 就會等於 1 好 也就是說 我把X就定成X'加1 Y就定成Y'加1 Z就變成Z'加1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X'加Y'加Z'加1 就位等於 這裡過去3-3 就是0 那 這個 這個 X'是大於等於1 那你把它換成 這個加1 這個就只要大於等於0 就好了 大於等於0就是非負整數解 那每一個都是非負整數解 所以這個 Clump的答案呢 就是H30 H30就等於C 3加0-1 C20 C20 1 等於1 好的 1 好 那 幾個X'的解 就有幾個X的解 因為X是等於X'加1 如果這裡是0 那你的X 就會得到一個答案 如果帶一個1 那就會得到另外一個答案 所以這裡有幾個X'Y'Z'的答案 就會有幾個X'Y'Z'的答案 所以這裡的答案 就相當於是這邊的答案 相當於這邊的答案 所以 這個 先分 蘋果 答案就是一種 當然 因為三個蘋果 每個人最少一個 當然是剛好你等於1 那 接下來再分離子 那離子的話 就是X加Y加Z加U等於4 然後 也是要正整數解 那正整數解的話 一樣 就跟剛才一樣 我們先拜一個 或者說 你就會X'加1 加上Y'加1 加上Z'加1 加上U'加1 要等於4 所以你可以得到X'加Y'加1 C'加1 與V T'加1 會不會 Up 所以它可能 等於4 加上這三個加起來 要等4-3 4-3就是1 所以這裡就是H的 而這個文明其實就是 3-3 3要寻解掉3 這個是4也要寻解掉3 本來是3個加起來等於4 現在變成3個加起來等於1 就是h3e h3e可以寫成c 加起來3e p3e就是3 所以這題的答案就是1 先分蘋果是一種 再分離子是三種 所以1乘3答案就是3 這樣可以嗎 這是第二小 第二小 好